那么此次极端灾害天气最大降水出现在了四川滋阳市安月县县城均 为113.4毫米 极大风速达到了13级 是安月县有气象监测以来的最大风速 这短时强降雨 冰雹和大风的极端天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受此影响地势低挖处就出现了积水了 部分的行刀树也被吹倒了 也有楼顶搭建的采钢板 采钢靶等建筑物在大风中倒塌 甚至被吹上了肩板 导致路边的部分车辆等受损严重 很多人受轻伤 强对流天气还造成了当地部分地区停电 42条10千伏供电线路停运 近40万用户停电了